大家如果在現實中這樣子做的話 你可能就要進警察局了 哦 飆車了哦 車速過快 送哦 繼續講哦 網內互打免費 今天呢 有一個新來的OL 正妹 啊 是我喜歡的類型耶 我的菜啊 今天我就要轉身線給他的熱紋 也就是用你的滑鼠左鍵去按 然後你按得越久呢 他加的分數倍率會越高 那當然不能被部長抓到 抓到直接GG 究竟這個四年資歷的社員主角 在五點以前能不能獲得 他的芳心呢 這個看有沒有人可以把詳細的翻譯打出來 那廢話不多說 直接清了啦 浪漫途徑 這樣才夠MAN 是嗎 哈哈哈 直接0分 當場抓包 這是最爛的結局了 然後這個女的 直接跟部長跑啦 應該直接去約會啦 在職場上 坐一坐就在培養自己的老婆了 這種例子應該很多吧 哈哈哈 面試的時候就打算要追人家了 好啦 那這邊我們的LOVE度 我們的愛情程度呢 是 Kubi 這個在日文的本意啊 是指脖子 那他也用來代指炒魷魚啊 被fire 掉了 就像古代的斬首吧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老闆在旁邊監督啊 老闆感覺也是心懷不軌啊 這個才帥 老闆就喔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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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換手喔 還會虛黃影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沒有啦 當然不能這樣亂玩啦 這個很難得喔 我居然沒玩過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遊戲相對比較新一點 因為我後來都開始玩線上遊戲了 比較少玩這一類的喔 所以這一款我真的沒有碰過 好 這個收手的時間就非常的棒 哈哈哈 你一次清的越久 分數加的越快 啊 聽說分數到達2000分以上就可以出去 幹什麼呢 喔 越行越快 哇賽 機關嘴 啄木鳥是清嘴法 哈哈哈 有說有笑的啊 感覺老闆是比較老實的啊 想要用這種方式去獲得他的防心 那主角就比較暴力啦 哈哈哈 比較霸道一點 他分數的區間好像是500分啊 最高應該是2000分以上喔 提醒大家這一次的實況 觀看可能要戴好墨鏡 怎麼畫面是白的呢 這什麼爛遊戲 欸 他這一次就接一下而已秒掛 好啦 500分以上應該有一個 欸 沒有喔 我想說500分到1000分也會有一個結局的 哈哈哈 比較奇怪的是怎麼就 欸 他根本接起來還沒圍就掛了 都不模仿模仿 馬上就知道是詐騙了是吧 而且很奇怪的是上班的音效為什麼會是上課中啊 哈哈哈 還有這個遊戲撩妹的技巧 居然是用不斷的熱吻 大家如果在現實中這樣子做的話 你可能就要進警察局了 喔 飆車了喔 車速過快 OK 這個清得很爽喔 送喔 繼續講喔 網內互打免費 感覺嘴巴要腫起來了 後唇是這樣練出來的啊 欸 哎呀 可惜啊 剛剛一次清到1500捏 欸 老闆是不想管的是嗎 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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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嘴巴過來我只是接招而已啊 國際禮儀嘛 對啊不可能說今天新來的 馬上就有什麼交情啊 還是說是我太落後了 現在都進展這麼快的 我現在重點還是要安全過關啊 不然我一次五點都沒有拼到的話 我連任何結局都看不到 所以還是老實點吧 看他換手還是警惕一點 有時候就貪那一點點加分的時間啊 老闆講電話一直換手你知道嗎 感覺很刻意喔 其實他背後有長眼睛 其實他要掛下去有一個硬直 你們有看到嗎 收手啊不收口啦 喔危險危險危險 我超專心的你知道嗎 老闆在上班從九點 朝九晚五啦有沒有就工作 他從這個時候就一直在聊天講電話 這個部長也是很混喔 小孩子的童年都是這款遊戲 家長看到可能要關電腦了 教壞小孩 我這樣分數一定不高啦 但是 喔嚇死我 喔反正我們什麼結局都要看嘛 所以安全一點啊好不好 這其實是由日本的一個網路漫畫家 還是怎麼樣的 作者叫Tamasake 那各位去官網還可以看到他的漫畫 好好好好好 1500 再撐兩個小時啊不要失敗啊 喔嚇死人喔 好刺激喔 喔耶這也不算偷襯吧我覺得 也沒有出軌什麼的 喔喔喔很可怕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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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啊欸欸欸欸欸他到後面真的會一直斷欸 欸嘿嘿嘿嘿 我都不太敢親了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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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ing 其實分數高的關鍵是在前期耶 因為你後期基本上也沒什麼機會清酒啦 對不對 你看都要下班了 那清到護唇膏都用完了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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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我剛剛清到最後一刻耶 下班後一起去喝一杯吧 欸 有一顆心 這算是普通的好結局 有約會 最後應該是主角跟這個新來的 一起去上酒店 喔 不是啦 小卓啦 去居酒屋 然後就放部長藝人 這個是普通的好結局啦 難度比較低一點 所以真的前期玩得好的話 後面隨便玩就放著就贏了 運氣還是挺重要的 我覺得不如我們先來簡單的吧 我先放著0分然後到下班 這才是正常的普通人啦 有沒有 看到新來的美女只會偷瞄而已 但是不會主動搭訕的 草食男 欸 感覺這個老闆也挺幽默風趣的啊 逗得人家小女生多開心啊 可惜啊 還是看臉的啊 年齡實在差太多了啊 不過不一定耶 也很多老少配啊 所以其實部長也喜歡這個女的啦 背景應該是這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一首經典老歌 給我一個吻 可以不可以 給我一個吻啊 不是給我一個吻啊 一一的一啊 給我一個吻 聽到嘴巴要變香腸了 好夠了夠了夠了 1000分 夠了夠了夠了 好累好累好累 嘴好累 好我們看一下1000分以上啊 感覺是中間的結局吧 欸 兩個都不要 一個帥但是沒有錢 一個有錢但是太老了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所以他決定去外面找了 奇怪我這個萬年單身狗怎麼 變成了一個愛情觀察家呢 想不到如此簡單的一款小遊戲 都可以參透出這麼多男歡女愛的現實啊 所以看來這個遊戲的分數區間是500分沒錯吧 在下一個我們就要拼到2000分以上了 所以現在我真的要認真了啊 不會又要自虐了吧 聽說最扯可以到3000分以上啊 我覺得能夠高分的重點是在12點以前 美好的早晨 啊可惜我以為他要掛了 是哪個掛呢 此時此刻 這個主角可能真的很希望他死掉 哈哈哈哈 你就是欸 看來只能積少成多啦 差個100分喔 沒關係感情可以慢慢培養喔 欸玩了這個遊戲發現其實最有心機的 大魔王是這個女的啊 哈哈哈哈 兩個好處都想要啊 哎呦危險我剛剛差一點 哈哈哈哈 我現在到底要保守還是要繼續拼到2500呢 喔 喔 玩到我都熱了喔 真的是 熱穩啊 看別人接穩 我居然熱起來了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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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可以玩到最好的結局 我要重來了 講真的我剛剛2000分以上那一次 其實我後面就等到下班 就可以玩到最好的結局了 但是我有點想要拼到2500以上看看 所以剛才的粒姐告訴我們 過猶不及啊 都已經親到別人願意跟你在一起了 為什麼不留點力氣晚上一起 吃燭光晚餐對不對 就算我親到5000分跟2000分的結局是一樣的 可能在遊戲裡面很爽啦 但是現實中沒有必要這樣子 講得好像我現實中就有機會 哇靠 他這一次怎麼都這麼短啊 老闆你可不可以長一點啊 他從早上接到現在幾乎都是短的電話 老闆連接個電話都這麼不持久 看看我們男主角 可以親到天長地久啊 呃 呃 電話再來一次好不好拜託 啊沒機會了 欸這真的太運氣了啊 520 是一個好兆頭啊 這一次看能不能告白呢 欸如果我小時候玩的這款遊戲 一定覺得他們要懷孕了 有沒有人小時候跟我一樣 以為接吻就會懷孕了 哈哈哈 喔耶 1010 我只能說運氣王道啊 因為基本上技術就是那樣子嘛 可是他如果電話都直接一下子那也沒有用 我剛剛那一次2000多分自己失敗才發現有多難得欸 哈哈哈哈 這老闆應該單身了也很久啊 手速好快喔 哈哈哈哈 難怪這麼想要撩這個心來了 也是急著脫單啊 也是急著脫單啊 有錢幽默的成熟大叔 跟功夫體力好的帥氣小夥 請選擇 歡迎收看今天的蠢事要對決 就是要脫單 哈哈哈哈 什麼東西啊 就在講一大堆幹話啊 我之前有一次 第一波直接清到1500啊 那個真的可遇不可求啊 太難得了 好這一次有機會喔 想要抱得美人歸啊 要天時地利人和喔 你的情敵還要遇到很多困難啊 喔喔喔 好好好 現在我就保守的完 我剛剛2000多分那一次失敗之後的結果 就是再玩一個小時 我中間都一直沒有遇到那種一長串的機會 是不是 因為如果想要的 有機會 機會沒有把握住 愛情就消失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怕 我不想要再這個 冒險了你知道嗎 好 我現在看它只要一換手 我就馬上停了 保守的完了 反正都已經 很可怕你知道嗎 没有变快 那是因为我在录整段素材的过程中 就失败了好几十次的片段 但是我可能讲了很多话嘛 我就会把它剪在一段 这样大家看起来才会流畅嘛 可是我想讲的话都会保留在一起 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 就是我的音轨是分开的啊 够了够了 太考耐心了 好了这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啊 最后就来一个公主抱啊 闪亮的爱心 今晚就可以去开香槟 不然你们以为要开什么 老板应该是完全没机会了 最后靠我们的嘴上功夫啦 舌颤莲花 这样形容有点猛啊 给自己一个叫恋爱专家 对上传自己的分数 好心虚哦